点燃我们更多的热情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 神给我们的恩赐 跟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我们带到教会 大家都来分享 我们在一起就更加兴旺了 阿们 今天是福音乐的特别讲员的第一讲 总共有三次 我们今天很荣幸有个特别讲员 是从越南来的 待会大家看到他 会觉得他非常年轻的牧师 他今年才38岁 但是他已经服侍主 服侍了你猜多久了 几年了你知道吗 已经15年了 所以他大学一毕业23岁 就开始来服侍主 他先是在何世民市 在那边跟着宣教室的牧师来实习 然后十年之后 神带领他 就五年前就开始在另外一个城市 在那个地方来开拓新的教会 所以他33岁就开拓了一个新的教会 教会其实他们那个城市是整个越南 可以说是逼迫最厉害的城市之一 所以非常困难 让我们知道越南是一个共产国家 所以是一个无损主义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对教会对信仰有很多的限制跟控制 那这个大藤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他信主了 在大学的时候信耶稣了 然后呢 回应神的呼召 就开始来开拓教会 那是一个信心的历程 那我从他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就认识他 也就是可能2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了 看着他长大到现在 已经那个成家了 而且是有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那所以这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非常的对他的生命呢 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一个逆境当中 他却是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 然后与神同工 就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难得DOT在我们中间 那我相信他的故事 他的生命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那我们用台湾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副故事 我们请思佳来做参议 那另外一个麦克风在哪里呢 大家下午好 好 他刚刚讲的每一件事我都听得懂 因为他的妻子翻译了 你知道我现在在那里面就非常非常蒙福 听到光臣牧师这么好的介绍了我 你不知道的意见光臣牧师是一个英雄 我非常期待能够在这里遇到他 One reason I came here 因为我告诉他 我要来到台湾的一个原因是 可以和他攏运,学习和他 事實上是光聖牧師帶領我,能夠到你面前來。 你知道,有花了很多功夫,才能夠站在你身上, 因為都是上帝的恩典。 謝謝光聖牧師夫婦邀請我,讓我可以站在這裡。 我要見證神在我們生命中是恨等的信實。 我確定神對你們也是非常地信實。 神是良善的。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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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信實直到永遠。 那就是我們所服侍的神。 所以當我們進入這個聖誕節, 我希望你們能夠明白 耶穌是我們慈賀唯一的原因。 當我們進入聖誕節, 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耶穌是我們慈賀唯一的原因。 當你進入神的愛, 你就知道全世界沒有任何人生物能夠比上耶穌對我們的愛。 所以我盼望今天下午大家跟我一起把我們心向神全然敞開。 首先我要介紹我的家人給大家。 我們結婚十二年了。 我們結婚十二年了。 和我的太太Ester。 和我的太太Ester。 和我的兩大兒子, Nathan和Lucas。 我們都很帥。 因為很像媽媽。 我们的孩子们常来问我问题 如果你有小孩 你刚过小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有一个儿子问我说 爸爸爸爸为什么人们没有互相饶恕呢 因为在学校 因为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 同学们不愿意原谅他 为什么人们会互相生气 不愿意原谅彼此呢 我另外一个儿子有不一样的问题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 我们吃饭以前一定要先祷告 在小小时他提醒我 爸爸我们为什么要下神当地祷告呢 我说因为上帝是一切的供应者 我们当然要先祭饭了 他说爸爸 但是我们钱是从提款机里面提出来的 不是从上帝里面拿过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谢谢提款机啊 为什么要谢谢上帝呢 所以你可以猜测他们的个性不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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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信主之前呢 我一直在想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们存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宣教士来到越南 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候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有一个宣教士来到越南 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候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有一个宣教士来到越南 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候回答了我的问题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世上真的有一位上帝 他爱我 因为我的生命有一个目的 后来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有盼望的 所以我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之后 我就决定要全时间服侍神 在决定服侍神之后不表示我从此就有问题 我还是身边有问题 我记得当我们有老大的时候呢 因为发生了一些意外 所以我的太太必须马上进到体诊室 我记得当我们有老大的时候呢 因为发生了一些意外 所以我的太太必须马上进到体诊室 我记得当我们有老大的时候呢 所以当他在体诊室里面要预备要想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 我在外面我就在哭 我哭得像个婴儿一样 我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 我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 为什么我的孩子生不出来呢 我一直哭到孩子开始要出来了 我一直哭到孩子开始要出来了 我当时他还是早产 我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 我问上帝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 当时我没有听到你的答案 当时我没有听到你的答案 你记得在真言第五章说你要全心信靠主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倚靠祂 我说神哪我信靠主 我全心信靠我 我全心信靠我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 我的儿子早产了 我看上帝主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宝宝说,我跟我太太都哭了。 有时候在生命中我们会有问题。 有很多人的祷告蒙应语了,但是有很多祷告还没有蒙应语。 有些人可能跟我跟我同样的问题,主要我已经信靠你了。 我向你祷告了,你说扣门叫给你,求就得着。 但我所爱的人,我的家人,我为疾病的医治祷告。 或是你祷告说,为什么我的家庭中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你还是没有回应呢? 或是你祷告说,为什么我的家庭中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你还是没有回应呢? 或是你宣告我,你的生命是有计划有目的,但是你生命还是没有突破。 或是有些人祷告,经济上财务能够突破。 你宣告神是供应者。 祂信实在供应你一切的所需。 但你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或是你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那你希望得到转化,但是还是没有看到突破。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你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 你仍然信靠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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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诞节你会听到关于玛丽亚的故事。 在圣诞节你会听到关于玛丽亚的故事。 但你还没有知道,在那时她发布的信息,她会变成了一个小孩。 她会变成了一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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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 你如果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 他来到她面前说, 蒙大恩的女子啊,神与你同在。 她会变成了一个小孩。 但是玛丽亚,因为她从讲的而觉得非常难过。 想要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天使说,不要害怕玛丽亚,因为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 你会怀孕生子。 你要称祂的名叫做耶稣。 祂会变大,祂会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 他会被大,祂会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 After receiving this news from the angel, The Bible says in verse 24, Mary said to the angel, How this might be. 那听到这个大消息以后呢, 玛丽亚就跟天使说, In other words, she was so confused. 她非常的困惑。 She asked the question, If this is impossible, God, how can it be? 她就问说,这怎么可能呢,主啊? It goes beyond her understanding. Because she was a virgin. And even she was uncertain,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giving birth to a child, And she's not yet married? How do people look at her? She was uncertain at that moment. Is it true that sometimes we trust God? You put your heart to God, And the Bible says,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And your questions are unanswered. And your faith becomes second. And your life is uncertain at the same time. Marie at that moment was uncertain What's going on next. And verse 38, After questioning how could it be, She said this. Behold, I am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Let it be 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In a lot of words, She was struggling, Trying to find the reason And how it is possible to become What the angel said. She just surrendered. She said, Lord, let it be so. She believed to trust at this moment God has a way. But it's true enough, The Bible says, God has a plan. I don't think the plan of sending his son to earth has been planned for a long time ago. And I could believe that things that going in your life right now, Tough time that you're facing, has a plan. God has a purpose to let it help us. In other words, If you believe and trust God, The Bible says, For those who love him, All things work for the good. If you come today with question and answer,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When you love God, The Bible says, All things work for the good. All the difficulties, tries or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right now for the good. None of those things happening to you is an accident. Because the Bible says, All things work, Meaning God is still working through the process for your life. He hasn't finished what he want to do through your life yet. He just wants you to trust him. And for Mary, She didn't know that. God planned this before that. I think in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1 The Bible says, All this took place to fulfill what the Lord h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Behold, the virgin wi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and they shall call his name Immanuel. Which means, Yah with us. Maybe Mary could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Maybe you today also may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in your life. But God is with you. God is with Mary. You may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in life, But you have all of him. Is that good enough for us to celebrate this Christmas season that you have all of Jesus? Jesus is the best gift for us until Christmas. Go back then, about 700 years before that, The book of Isaiah. He said,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And to us, a son is given. God the Father has given the son as a gift to us. I may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in my life, But I trust. And I believe that God is with me. And I believe that God is with me. You know what, My second child was born, Also had another problem. Before my second boy was born, We found out by the doctor that there was water stuck in his kidney. So his body could not function normally. We crying a lot as well. But you know what, After a few tests, The doctor wanted to have him operated. We kept praying, We asked advice, And we went to different countries to ask for our second opinion. And we prayed to God. And we said, How could it be? My second boy is less than one years old. That's so hard for him to get operated. And after prayer, We decided not to let him operate it. And the doctor said, It's okay, It's too early to operate, And you decide that. We expect you for that. And he said this, The doctor said that, That may be a chance. He will be here, Super naturally. And that could be a miracle. We took that work advice from the doctor, We went back to pray for him. We went back to pray for him. A few months, 6 months, 1 year, We still pray. We said, God, We trust you. I couldn't explain why. But I trust that you are with us. And that is enough for us. When he reached 3 years old, The water is going down. Until he reached 5 years old, We check again with the doctor. And he checked the kidney and everything. And he checked the kidney and everything. He said, His son has normal body. He said, Your heart is very healthy. And my wife told the doctor, You know what? When he was born, There is water stuck in the kidney. And my wife told the doctor, You know what? When he was born, There is water stuck in the kidney. The doctor looked at my wife, With a shocking surprise, And how could that be? I haven't seen anything.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God is the healer. God is the impossible God that you are serving. So that's why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day, Even today you still hav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s you've been walking with God, Let's trust him because he is with us. We are serving the God of the impossible. Amen. I want to continue to read the book of Messiah, Verse 6, For to us a child is born, And to us a son is given,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 And his name sha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Brings of Peace. You know what? In the Bible, Every name has a purpose. Every name in the Bible has a meaning and a function. I don't know about you, When we believed in God for our children, We named them Nathan and Lucas. It means heavenly treasure, And heavenly light. And we have very many names also have the same meaning. And I believe that you also have children that you named them with the meaning, with the purpose. And Jesus has these four names, Wonderful Counselor, Meaning he is an extraordinary strategist, And he is an almighty God, Meaning he is the heart of power, To carry out, His plan and strategy. Everlasting Father, It means he is the king, You have the power, And has the love, To protect, To provide, 来提供,来照顾祂的子民,永远。 昨天,今天,今天,明天,祂是信实的, 祂是和平的君。 因此祂是神的神, 祂是神的神,神的神, 祂是永远的神, 祂带祂我们的平和平。 当你心里面有耶稣,你就有了平安。 那个内在的平安, 是外面的世界不能给你的。 在世界上,你能够获得你的材质, 你能够获得你的材质, 在世界上,你能够获得你的东西。 天父能够获得你的平安。 所以,当你有了神,你就有平安在你的心里面。 你能够信仰神说,主啊,我知道你在做王掌权。 我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回答,但是你与我同在。 我知道外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我得益处。 你与我同在主啊。 我读到一个故事讲,有一群人在挖隧道。 结果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在隧道头摊下来。 所以,挖隧道的人都卡在里面。 所以,外面的人想想要挖通能够救里面的人。 所以,在一段时间,外面的人都可以进去了。 至于这个拯救队的人,他们很惊讶地发现。 人们在里面的人都一直在挖隧道。 所以,救队的人都问,你们在里面不害怕。 他们说,不啊,我们不会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因为我们有平安,你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要鼓励你们, 作为事情发生于你,不正如你期待。 作为事情发生于你,令你到生气和生气。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当事情发生,不是像你所预长的时候呢, 你要心里面有平安,因为知道神一定会来救你。 神一定与你同在。 你认为,几年前,当我们在胡士明市服侍了十年,在教会里面。 一天晚上,我忽然没办法睡觉,我就把我太太摇起来。 所以, somehow, God was speaking to me, or embracing some things on me. I couldn't sleep, so I wanted to share to my wife, and thinking she might say, I was crazy. 我想要跟她讲神给我的感动, 我太会觉得我这个人应该是疯了。 但我决定把她叫起来。 所以,我决定把她叫起来。 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谈一下吗? 所以,她就起来了。 我们就与我们两个。 我告诉她, you know what? 我感觉上帝要我们去植堂,去建立教会。 她非常地平静。 所以,她就问我,去哪里。 那我就说,我觉得应该要去越南的中国,Danaan。 您知道,Danaan是一位最专业的, Creative Access,最 persecutive city in Vietnam, for Christians. Danaan在越南是最被逼迫, 然后呢,限制最严对基督徒来讲的一个城市。 And we haven't had any church there yet. 之前没有任何教会。 So, I thought that my wife would say I'm crazy. 所以我就想说,我太太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居然有这样子的梦。 After saying to her, 她很平静地说, 亲爱的,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已经很久了。 I just asked God and prayed to him to tell you, not me telling you. Because my wife told me that if God could speak to her, God could speak to her husband as a leader. And the leaders could listen to the voice of God. 有一个领袖可以聆听神的声音。 So, there's just a great month in the prayer of that night, Midnight, Waterplace made a decision, and we came to talk to the pastor. So, in that day, 我们的祷告有了共识, 我们就开始跟牧师说。 But to our surprise, we thought that the pastor, because the pastor has a plan to have someone else, 那我们很惊讶的是跟牧师说, 牧师他是要打算派别人去, 在那个城市建立教会。 So, we told him, we will need to go und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young couple of leadership. We can go to help. But the pastor said, If you really want to go and God's plan for you, we would like you to leave that just blindly. So, long story short, So, we went for scouting the line, and pray a walk in that city. We went to meet different pastors from different churches, asking for the situation at that moment. It's just that no pastor that we met encouraged us to come in that city. 有趣的是没有一个牧师鼓励我们进到那个城市。 很多人说这里很难, 很多宣传师来的都走了, 因为政府很严, 因为政府很严, 甚至在那一刻, 那城市的市长的市长在那里做了一声, 我们宣告说我们欢迎非营利机构的人来帮忙。 我们不欢迎基督教的宣教士进来。 我们继续去看那边的学校, 那城市的生活水准非常高。 因为不是城市的居民, 我们必须有理由一名学校学费非常贵。 这是我们在那的教治院的学校, 提出。 我们还记得离开那个学校的学校, 我们按手在那个校门上说主啊, 你能没有理由我们来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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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街上。 我們回到Hochiming City 結束以後, 我父母親和父母親說, 為什麼要去那裡? 他們都不希望我們搬到德南去。 所以我們發現, 沒有人支持我們, 讓我們搬到那裡去。 我們自己也沒有很確定, 主要我們在這邊要幹嘛呢? 那邊的逼迫非常嚴重。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策略是什麼。 但我們可能沒有所有的答案, 但我們有所有的耶穌。 我們能夠信奉祂, 因為祂與我們同在。 祂能夠保護我們。 祂能夠供應我們。 祂能夠照顧我們。 祂能夠照顧我們。 祂能夠照顧我們真平安的, 就是透過耶穌。 所以我鼓勵所有的人, 回到祂面前來, 求祂給你裡面的平安。 祂能夠照顧你心裡面。 或許多人今天, 都沒有做過決定, 要請祂做祂的救助和生命的主。 讓我告訴你這個。 耶穌基督是和平的君王, 祂是神跟人之間唯一的中保。 祂是天父所拆開來的, 到這世上, 到死在十字架上, 來滿足我們所需的。 祂已經喝下憤怒的杯。 所以今天, 我們所有的罪行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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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能夠在神面前被稱為一。 我們就能夠在神面前被稱為一。 成為祂的兒子和女兒。 朋友們, 弟兄姊妹, 朋友們, 這個聖誕節, 最好的禮物 是耶穌基督。 那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來慶賀。 我最後要來做一個結束。 今天, 你心裡面能夠有平安, 在你心裡中, 不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有些答案, 一件事我知道, 神對你有一個計劃, 祂對你有一個計劃, 祂對你有平安。 可能這個聖誕節, 你會選擇去什麼地方度假, 休息。 我鼓勵大家與神獨處。 我鼓勵大家與神獨處。 當你發現到祂的愛, 你會發現非常奇妙祂的愛, 給你平安。 給你平安。 當你所祷告的, 可能還沒有得到回應。 但我知道, 神的愛永遠都在。 祂的信使與你同在。 或許這個聖誕節, 你可能要給別人一個禮物, 帶領別人來認識耶穌。 你能夠把這個好信息傳給他們, 來告訴他們, 耶穌是我們一切盼望的答案, 因為祂就是和平的君王。 或是你在關係上面有一個問題, 需要和好。 你可能可以跟那個人喝一杯咖啡或吃一頓飯。 請神的平安。 求主能與你平安。 因為我們在侍奉這位和平的君王。 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這個季節,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Amen?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天父我們很多人到你面前來。 我們感謝祢愛我們。 作為祈福祈福的兒子。 有很多人在祈求有智慧。 你是奇妙测师。 我祷告你要来服侍他们。 有些他们在寻求问题的答案。 圣灵给他们智慧。 来面对他们所处的环境。 有些人希望求主给你的神迹。 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可能好些人在寻求身份,在寻求认同。 天父,你是他们永远的父。 你的爱昨日即日到永远是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会犯错误。 你仍然爱我们。 因为你是永远的父母。 有的时候你希望心里有平安。 因为你是那和平的君王。 你与他们同在。 我这样祷告。 在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人生命里面共同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呢? 你知道你心里面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吗? 心里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今天大牧师跟我们提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平安在无心的胜处。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吗? 很多人是想说有钱了就可以平安。 有了美满的婚姻就可以有了平安。 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答案 就是有了耶稣 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平安。 永远的平安。 天地都是从祂而来的。 生命是从祂而来的。 我们也最终要回到祂那里。 我们的心只有回到神那边 才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 我们的心不要再流浪了。 不要再空虚了。 不要再彷徨了。 回到天父。 回到神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 所以今天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信靠神 得到真正的平安。 阿们。 感谢主。